大家好,我是虎客网的小张老师 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Skychop与二维图像的导出 其中重点是二维图像的导出 难点是版本之间的切换 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单击黄色按钮下载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Skychop与二维图像的导出 首先我们打开软件,选择文件,选择打开 选择我们的模型文件 文件里面的加装素材和景观素材都可以用 在这里我将会选择一个景观的素材 好,我们的模型打开完成 我们选取一个角度,进行二维图像的接屏 我们选择这个角度,选择文件,选择导出 导出为二维图形 单击选择一个路径 将我们的保存类型设置为gpeg图像.gpg 我们先要将文件名改成一个自己的 单击选项 第一项,使用视图大小 在默认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勾选 此时我们导出的二维图像和我们的当前窗口一样大小 比如现在我的图像是1280x720的导出来的图就是这个像素 可以根据自己显示器大小而定 当然也可以取消掉使用图像大小进行一个设置 第二项,渲染消除锯齿 如果我们开启这个参数后 skychop将会对于我们的图形进行一个平滑的处理 可以减少我们图圈等等的锯齿 当然也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 gpeg的压缩 我们可以滑动下面的滑杠 可以控制我们文件的大小 还有质量 往右的话质量会越高 当然我们导出的时间也就越长 我们单击确定 我们选择导出 放大查看一下 右键选择一下属性 看到我们保存的文件类型是.gpg文件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进行一下保存 选换一个角度 选择文件 选择导出 选择二维图形 选择一个路径 更改文件名称 保存类型式之为gpeg 选项勾选式的大小 这一次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字译的 我们取消勾选式的大小 输入一个其他的数值 其他我们选择默认 我们选择导出 好了 此时我们的文件已经导出完成 好了 本节课程讲解完成